現在在介紹新城的古文廟 然後現在要走的這個中軸路 這個在清朝時候五個皇帝都走過的 這裡只有皇帝跟莊園才可以走這一條路 這已經好幾百年的這條 這條路 我們今天也當了皇帝跟莊園囉 很不錯的比賽前一天的資訊之旅 探訪古城